我們正在講 昨天南建在扶曉初期 扶曉初期以後 去搜索台南市政府 金發局長的這個 這個陳凱玲的這個住所 還有這個 結果現在還在幹嘛 他還在要準備要升壓當中 沒錯 這件事有很嚴重嗎 而且剛剛講 那這件事情 跟賴清德有關係嗎 賴清德不是說 這次敗選的原因來說 有一個就是黑金 還有學歷的這個問題嘛 所以你現在要處理這兩大問題 那兩大問題 我覺得學歷的問題來說 只有小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黑金這件事情 我覺得接下來這個台南 這個88槍跟台南光電利益 絕對要趕快處理 尤其現在有人點名說 搞不好這個都跟賴清德有關 所以你都不把它查個清楚來說話 搞不好這個就會變成是賴清德 在選舉之後被攻擊的這個狀況 所以要先處理掉 對 那尤其是這個陳凱玲 這個陳凱玲在說話 他目前限制當然是 這個台南市政府的這個金發局長 可是你看他之前你看 單純這個新竹市政府 有蔡林志堅用過 然後還有大眾 這個桃園的大眾捷運的這個總經理 有鄭文燦用過 陳曲用過 還有楊秋興 有這麼多 所以他有非常多 都是綠營的這個縣市首長用過他 而且他都是非常其中的這個大將 那這次被捲入什麼案子呢 事實上之前 新龍街就已經不斷的在指控他 就是說你這個独發局長 或是你們友人 跟光電利益相當的 這個結合相當深 那甚至現在這個檢調找到很多資料 是包括說他有介入一些市場的開發 還有旗鼓的一些工業區的這個開發 可能跟光電利益有關係 因為被抓前幾天的時候呢 其實那時候他才跟黃偉哲去開 剪採了一個所謂光電的一個標案 所以那你知道 如果目前現在這個案子來說 他顯然跟這個光電有相當大的關係 然後他有疑似現在檢調也找到 有這個所謂紅包 有這個所謂錢 你裝了很多現金袋在你們家裡面 那你到底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如果假設 這個案子真的牽扯到所謂光電 這個案子來說 那真的 那你要好好處理 否則你這個賴清德 如果你不處理乾淨的話 你挑到風格都洗不乾淨的一個狀況 而且你說這只是一個起身炮 後面還有更多的 第一個這裡面牽扯到台南龐大的光電 從2015 16年就開始 當時的時候 事實上你要說跟賴清德 賴清德一定有跟這些 之前的人有一些接觸過 但你現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這些人都真的有罪的話 你絕對要完全跟他們 不切割得非常乾淨 否則如果你有一事一好 被人家連結上的時候 那賴清德這個選舉還要玩嗎